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应天国福音呼召 天国福音呼唤 我们把有关的经文读一遍 可能PPT上的经文比你的程序表上多几节 就用起因的方式 我读一节 弟兄姐妹读一节 全部在马太福音三章到四章 有中间跳过一些经文好不好 马太福音三章一节开始 那时时期的约翰出来 在犹太的旷野传道 以赛亚先知所说 在旷野有呼唤者的声音 预备主的道 修之他的路 就是指着这约翰说的 以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 约翰和一带的人都出来到他那里去 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到他施洗的地方 就对他们说 独蛇所生的啊 谁指示你们逃避那将要来的愤怒呢 你们心里不要以为 我们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祖宗 我告诉你们 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后裔来 我来用水给你们施洗 表示你们悔改 但在我以后要来的那一位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替他提携也没有资格 他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 十六节 耶稣受了洗 立刻从水中上来 忽然天为了开了 他看见神的灵 好像鸽子降下来 落在他身上 四章五节 随后魔鬼带耶稣进了圣城 使他站在殿的最高处 耶稣对他说 经上有记者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他又离开拿撒勒 往西布伦和拿福塔利境内 近海的加百农区住在那里 西布伦地 拿福塔利地 沿海之路 约荡河外 外族人的加利利亚 从那时起 耶稣就开始传道 说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耶稣就对他们说 来 跟从我 我要使你们做得人的渔夫 耶稣又往前走 看见了另一队兄弟 就是西布伦的儿子 雅各和约翰 正和父亲西布伦在床上整理渔网 他就呼召他们 耶稣走遍加利利 在各会堂里教导人 宣讲天国的福音 一致民间各种疾病 各种病症 于是有许多人 从加利利 低加坡利 耶路撒冷 犹太河 约荡河东 来跟从耶稣 好 我们经文读到这里 我们有个祷告 主耶稣基督求你也帮助我们 在这个受苦期 我们思想你是谁 我们更多认识你 更多在你话里中 来明白你的旨意 请你帮助我们 今天奉里面聚集在这里 我们要敬拜我们的父神 敬拜主耶稣基督你 圣灵 我们也用生命更加贴近你 求你灵也浇灌在其中 让我们来今天来听到 来讲到的 都蒙里话语的祝福 蒙里圣灵的恩典 谢谢主 请我们祷告 奉耶稣救命求 Amen 大家最近可能也常常看新闻 有什么感受 可能都是负面消息 中美贸易协议是没有达成 一直在拖着 特朗普跟金正恩的小伙子 巴黎厚的谈判也没什么结果 负面消息全部是 恐怖袭击 飞机失事 天灾 肆烈 基建造假 伦理惨剧 政治真傲 经济下行 再看看教会 中国教会受逼迫 穆斯林教会地区的教会受逼迫 或者很多西方教会 越来越世俗化 神的子民在这个情况 有什么好消息可以盼望的呢 会不会也觉得心灰意冷啊 还说你等待一个更好的 很好的消息 不过好像也常常落空 我在预备奖章 这篇奖章的时候就迎来个极大的 坏消息 西方世界发生最近几十年 最恶劣一次针对穆斯林移民的 恐怖袭击 大家都知道了 死了五十多个人 伤着也有五十个 谋杀的凶手还直播 在Facebook面书 直播了枪杀的过程 说自己是法西斯分子 他支持特朗普 他最羡慕的政权是中国大陆的政府 他也不满黑人 这个白人的社会被穆斯林 和当地的 穆斯林 适合整个穆斯林化 当地的教堂改成清真寺 所以他要为穆斯林 在恐怖分子 在欧洲过去十来年 枪杀了几千个白人报仇 其中就有一个 这位小女孩叫Eba 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孩 然后她想让人知道 瑞典也好 新西典也好 最安全 最漂亮 最宜居的城市 也是不安全的 所以当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 在预备奖章的时候 做一个基督徒的传道人 其实很不容易回应 这样一个坏消息 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 你们 或者没有信耶稣的朋友 在这样个时代 跟世界中 你是不是很期盼 有个很好的消息 或者期盼一个英雄人物 可以把这一切的 给扫除阴霾呢 还是觉得有点迷茫 有点乏力 有点忧虑不安 有点危机感 不过如果我们把这些情绪 带到耶稣那个时代的时候 看刚才所读的经文 可能你会有另外一些感受 更能体会他们的心情 他们面对一些重要的事情 一些消息的时候 他的回应 当时犹太人是怎么样 在罗马的铁蹄统治下 宗教阶层呢 要不就腐朽不堪 要不就自以为意 假冒为上 所以他们盼望旧约 所预告的救世主 可以到来 基督可以来到 不过另外一些人 就觉得受不了了 我要拿起我的武器 来抗争 就有分裂党人 他们就以暴制暴 来抗争 罗马人的这个统治 这个时候 施洗约翰就有个宣告 像一身惊雷一样 他说 在经文三章一节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有点奇怪 每个人都要悔改 他就作为先锋 引出了耶稣的事工 遇到第四章末尾 四章二十三节讲到 约翰被捕之后 耶稣开始在加利利 宣扬天国的福音 所以两个人的信息 差不多的 福音这个词的希腊文 是Evangelium 英文Gospia 大家知道 是来自于拉丁文 就是好消息的意思 Gospia Good story 所以在这两章 跟福音内容有关的 三个重点 我们看得见 就是当时的人 听到的 要去回应的 第一个 施洗约翰发出警告 说天国要到来了 要伴随了 上帝全能的审判 而耶稣基督 通过行神迹 医治的事工 也显明了天国的全能 这个是他们听见 看见的 第二个事情 就是经文有 施洗约翰 对耶稣的水 做介绍 然后人 也听到这些消息 要思考 到底这个要来的人 是谁呢 施洗约翰 也给了初步答案 然后在经文也记载 耶稣受了洗礼 天上的一个声音 给了施洗约翰 也给了耶稣 后来耶稣的门徒 也听过 施洗约翰听见 他说耶稣受了个试探 来表达 耶稣是神的儿子 这个身份 有什么东西 一个回响 第三件事情 就是耶稣跟施洗约翰 都宣道 传教 传福音 然后又呼召门徒 他让人去悔改 去回应他的呼唤 而且耶稣特别要 呼召人去跟从他 做得人的渔夫 也就是生活方式 跟生活的目标 要一个全新的改变 这是这两章圣经的 三个重点 圣经末世 这段经文 对我们有什么提醒 今天我们有什么回应呢 让我们能够回到 当时的场景 来思想我们现在的情况 要应该什么 回应耶稣 施洗约翰所说的话 我们就底下主点 来思考这个问题 第一件事情 就刚才所说的 是要知晓天国的权能 施洗约翰传道的时候 他是要人 接受个悔改的洗礼 为什么呢 因为天国尽了 天国指的什么 就在旧约圣经很清楚 就是上帝会来审判 上帝也会来拯救 建立上帝公寓的国度 也就是弥赛尔国度 现在这个国度 大家盼了很久 特别是在 上帝沉默的时期 从马加书 马拉基书 到马亥福音 就是三四百年 好像舍不说话了 就是突然间 有一件事情说 天国到了 大家很开心吗 不过有个重要事 要悔改 所以这个 约翰的呼唤是非常急切的 实在要下决心 要悔改 因为有罪是不能进入天国 天国有公义的审判 所以就要受洗 做一个标志悔改 此时有另外一批人 不知道什么动机来的 是法利赛人 他们就是自以为义的宗教领袖 讲冒为上的宗教领袖 还有另外一批呢 是萨都盖人 他们就是 可以说犹奸 或者说被人所看不起 因为他跟犹太人 所以做犹太人 跟这个罗马人 跟当时的这些外族统治者 是勾搭的 政权一起合作的 不尽情世俗化的一个宗教领袖 所以上帝通过 不是一样这么说 神的愤怒要领导他们 他们不能只是因为 自己是以色列人 觉得可以平安地进入神的国 不是的 他们要接触悔改的果子 有义的果子 与悔改的性相称 不能口头说说而已 否则就会最后丢到火的 这个结局 像康比一样被烧尽 因为上帝的全能生 分辨人心里还是口里 只是表面的这个悔改 他同时还警告说 将来要来的那位 比他更厉害 要用圣灵和火来施洗 也就是说 要彻底的竭尽人的罪 水只是个表征 真正圣灵和火的洗礼 是把人的罪全烧掉 义人就进神的国 不义的人就像康比一样被烧尽 这个就是神的国的 一个全能的象征 既然如此天国尽了 人家必须悔改 当施约翰这位老兄 他有点脾气耿直的 他就得罪了当时的统治者 这个希律王 把他严重的罪行 给揭露出来 然后被捕 这个时候还没被杀头 当时已经事工停顿了 对不对 然后耶稣基督就开始来到加利利 原来他们事工重点在 约大河外跟犹大的 现在犹太的 他们现在来到加利利 同样耶稣传道说 天国尽的 你们应当悔改 不过这时看起来 圣灵和火的审判 还没开始 耶稣反而行了很多 医治的神迹 经文4章24节说 叙利亚各地人 把一些患病的 和鬼父的带来 耶稣治好了他们 所以这个神迹的医治 固然彰显神的慈爱 神的运帮助一切 来寻找帮助的人 他恩典 不过如果你整个福音书 去逛穿的去比较多 重点还不在于神的慈爱 耶稣行神迹 重点是什么 是要让人知道 神的全能领导 证明天国到的时候 耶稣就是代表天国降临 那在神的国中 有医治的大难 死亡跟疾病不再掌权 不能再威胁神的子民 被鬼父德释放 魔鬼力量被清除掉 所以当时的人 如果看见这个情形 看一桩桩的神迹出现的时候 他们怎么回应呢 他们不能不去 惊奇神给人的权柄 归荣耀的神 在福音书其他地方 有这样一个经文表示的 这个让人的神迹 也超过旧约 以赛世代 以利亚 以利沙时代的 所有的神迹 所以看得见 神的目的是要通过 这张人的权能 其实医治 跟这个神的权能 本身比起来 还是比较 可以说比较浅的 或者比较低级的 为什么呢 你被医治了 你能保证不死吗 不行吗 还会死的 对不对 所以医治 只是暂时的一个恩典 真正人要认识神 知道这权能的主是谁的 然后能够寻求他 认识他 去跟从他 那真正得到救恩 得到永生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人家 能看见这个情形的时候 必须思考 到底是谁 到底真实的悔改是什么 比如这么全能的神 已经来到了 神的国经部分的彰显 那我们怎么办 怎么进入其中呢 当然实际上 施以为上 对天国的审判的 全能的预告 和耶稣基督的 医治的全能 两个好像不太一样的 一个方式 但是其实在 整个福音书 它交织在一起的 医治的全能 会使人生敬畏跟葬叹 让人恐惧葬金的 愿意悔改 实际上 施以为他被抓在监牢的时候 他也有点疑惑 他特别派门徒去问 耶稣基督 你是不是我所预告 那位要来的 本来这么说的 后来突然间 有点打个问号 会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变百分之九十的信心 他想问一下 耶稣没有告诉他 别的东西 耶稣还是告诉他什么 你就让门徒跟他讲说 看看我所行的神迹 医治 这些是不是证明我的全能 证明我就是那个要来的 所以是约翰一明白了 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赶鬼 死死人复活 就是权柄 这个事迹来回应 当然约翰所预告的 有没有落空呢 其实真的没有落空 部分又实现了 因为以色列后来不悔改 不悔改他们 虽然是亚伯罕的子孙 但真的被 部分人被排除在 被救恩之大门之外 他们在主后七十年 圣城被灭掉 很多以色人被 赶出圣地 流离失所 为什么呢 他真的不悔改 带来个罪 他们在这个 耶稣基督 死上是犯了 直接责任的 虽然是比拉多 定耶稣上十架 但是比拉多不想定的 那些犹太人说 定了十架 把巴拉巴给我们 把耶稣定死 所以妒忌 有一些从众心理 有一些无知 有一些是仇恨 他们甚至说 留着无辜人的 许的罪 归于我们 跟我们的子孙 所以对上帝来说 能让这个事情 轻轻过去吗 不可能的 所以 非常可怕的结局 就临到以色列 也就是一个人 或一个群体 他对上帝的大额 可谓的权能 有所了解的时候 却依然顾我 一再的犯罪 他所遭受了 神的愤怒 其实比那些无知者 更加的不可饶恕 更加恶劣 这是在西伯拉书 有一段圣经 有提到的 我们如果有 看得见 就读这段经文 西伯拉书六章四到六节一起 那些 曾经蒙了光照 尝过蜀天的恩赐的滋味 与圣灵有份 并且尝过 神美上的道 和来世的权能的人 如果偏离了正道 就不可能 再使他们重新悔改了 因为他们亲自 把神的儿子 在丁十字架上 公然羞辱了他 当然 这段圣经会引起 神学上很多的真傲 不过 如果我们知道 西伯拉书主要是一个 以色列人 是一个犹太人的时候 在这段圣经 在跟福音师对交下 你会知道 很重要的一个提醒 所以我们需要 玩得深刻认识 上帝天国的权能 即使是我们 这些已经 信主自以为 信主受洗的人 是不是真的 信的明白呢 也要理解 这神国的权能的审判 是极大的 一个可谓的事情 要有一个警戒的心 当然如果对 没有信主 还在福音大门口 徘徊的人 不会有疑惑 到底耶稣 有没有这么厉害 这么八百 其实值得 准备了解的 我当然应该说 没有太多经历 这样亲身的神迹 不过我在福事的过程中 知道 安徽跟河南 在八九十代 福音兴旺的时候 真的很多这样神迹 很多人因此信主 不过今天的城市生活 特别是现代化的 这个香港来说 天国的权能 更多不是体现在 这个疾病得医治 因为你们都买来 很好的保险 对吧 乃是那些被社会上 给了一种罪 特有的罪 现代化的罪 后现代的罪 所带来的辖制 信耶稣后生命 真的是天方地付的改变 这样例子 真的俯视结识 北京大学 有个中国药物 依赖性研究所的 专家王者凤教授 他指出 中国的远期有效 戒毒成功率 只有2%到5% 不过我们知道 港台一些 福音戒毒所的报告 他们指出 福音戒毒的成功率 可以超过20% 我们有接触过一位牧师 是基督教新生协会的 郑牧师 他三十多年 自己就是吸毒者 少年的时候 因为入入歧途 就被赶出学校 然后就接触 街边很多毒品的 一些人士 然后成为瘾君子 还是自己去放过毒 然后在痛苦中 他自己就尝试 各种方法去摆脱 不过很难 所以在各样灰暗的生活中 他遇到了 福音戒毒的一个机会 从而就开始 福音戒毒 生命更新 借出了毒瘾 他体会了上帝的权能 后来他蒙神选招 用自己过来人的精力 去帮助那些吸毒者 创办了这个机构 用福音戒毒来帮助 这浪药者 2014年 他得到特区政府 给了一个荣誉勋章 他自己分享说 福音戒毒的成功率 远高过一般的戒毒方法 为什么呢 因为福音给人全新的创造 在基督里 旧人都成为新人 所以看见神的福音能力 真的很奇妙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木道友 你愿不愿更多认识 耶稣基督的全能呢 你生命中 有没有一些难处 一些问题 你要很难面对的呢 你要相信 耶稣基督 死以复活大能 他生命的恩典 可以流露给你 你来寻求他 来仰望他 你各种痛苦 身体的疾病 都能因为他的恩典 得到更新 得到医治 在患乱中 我们也有盼望 这是上帝我们 预备最好的礼物 就是永生 那要怎么信主呢 你首先了解 耶稣基督是谁 相信的是谁 我们第二点 就要认识天国的君王 这两章圣的第二重点是 耶稣到底是谁呢 天国作为国度 国度一定有一个皇帝 或一个国王 或一个什么主席 一个总统 那谁拥有其中治理的 审判的权柄呢 三章的十一十二节 施约翰就见证说 要来的那位 他连位来提携的不配 这表示什么 远远不够格 因为那时候主人家 最下见的 最卑微的奴隶 才能去为别人提携 洗脚 解携带 吸携带的 因为脚在那个年代 是非常脏的 施约翰这么说 就是耶稣的权柄 耶稣的能力 永远高过他 而且未来 他用圣灵和火来实行 要进行更彻底的 捷径工作 就像君王一样 可以审判 接着在马太福音 三章十五到十三到十七节 我们就只读了几节经文 就提到 施约翰给耶稣洗礼的时候 天上的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是我所喜悦的 这是向约翰表明 耶稣的身份 后来约翰把这个身份 告诉其他的门徒 所以知道神儿子的身份 是耶稣的重要一部分 另外四章一到十一节 我们也只读其中一两节经文 就讲到耶稣基督被 其实也说是被魔鬼 也说被圣灵 这个不同福音书 不同版本 这个都有讲到 就接受试探 好像神刻意的安排 也是魔鬼所操作的这个事情 为什么呢 要受试探呢 好像有点 你不好理解 原来上帝要让他儿子 要像他的弟兄 就像神的子民 所有的以色列人一样 以神的子民 像我们基督徒一样 要忍受人所能忍受的试探 用人的儿子的身份 去来与他的弟兄认同 他就作为人类的代表 作为第二亚当 起初的代表 起初的亚当 第一亚当在试探中怎么样 伊甸园失败了 耶稣以第二亚当的身份 以完全的人性 来到接受试探 他会饿 对吧 他也有肉体的软弱 会困 会疲惫 他却没有犯罪 然后他在人所经历的 代表性的试探中 靠着神的话 靠圣经来胜过试探 这个方法 我们也可以 效法可以使用的 击溃了撒旦的 这个引诱 因此耶稣基督 一方面是神的儿子 另一方面 你是人的身份 人的儿子 有完全的人性 所以他要接受 施约翰的洗礼 要谦卑自己 要尽诸般的义 与悔改的子民相同 所以他有罪吗 没罪 但他也要洗礼 顺服父神的旨意 还有更重要的是什么 要成为受苦的义仆 成为牺牲 成为赎罪祭 在实际上为我们流血 完成父所交付的使命 这三十多年 都是以人子的身份 在基上来经历人 一切经历的东西 最后呢 他以神儿子的身份 死里复活 所以因此 他就能使我们的罪得赦 因为若不流血 罪不能得赦免的 就是神二性的 耶稣基督的生命 也就成就了赎罪祭 给我们救恩 是唯一的天地之间的 上帝跟人之间的中保 这是上帝所预备的 一个奇妙的救赎计划 在人看为愚拙的 但却使得大能神的智慧 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 会发现四章十二到十七节 耶稣听到约翰被捕 他就来到加利利 开始施工 一个新的阶段 这里可能只是 用这经文 其实如果把福音书 其他经文在翻译的时候 更能够理解 他明白他的意思 他在这讲了什么事情呢 而且他好像刻意地 来到加摆 然后来到加利利 就一个为了应验旧约的 他传讲罪人从死亡中 从黑暗中被拯救的信心 就是为了应验 以色列书九章一到二节 其实后面的经文都有相关的 其中提到西部人地 拿夫塔利地 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中 有两个支派分到地 分到最北 最高楼头 就是最什么 最像元朗 像屯门那样的地方的 或者是说这个 叫做什么 可能是那什么什么什么州 很多是离岛这样情形的地方 分到那块地 那个地方的结果怎么样 越北最先陷落 最先被外邦人抢过去 所罗门也对那地不看好 就送给亚兰王 对不对 看得见这个西律代历王记记载的 所以因为外族人入侵 所以那地方就最后更多 所以是更加黑暗 犯罪人在其中 是看不上盼望的 但是这个时候 耶稣先在这里正式地 来传讲福音 他说这地方的人 要先被关照 有机会听到福音 因为认识耶稣 约翰只是一个先锋 一个引路人 真正认识耶稣 接触耶稣 才能得到救恩的 所以因为认识耶稣 北方的人就先领受了恩典 就先可以有机会 信号他脱离黑暗的权势 所以耶稣说他的是光 这个后面的经文 其实不只是讲这几个地方 如果你在看以赛亚书 九章六集的时候 会说要挫掌到全地 说这个婴孩为我们而生 他要成为奇妙测试权能的神 永恒的父 和平的君 大魏的国度 要他来当当 公义 要公平 要建立 神一定要成就这事 所以从北方开始 就要传到整个以色列 而且还不在这为县 一直到全地 所以这是在以赛亚书 非常有国度观念的 跨越民族 任何界限的一个福音的信息 已经在以赛亚书预告 在六十章三集怎么说 三集就是计划 要拓掌到全地 这么说 万国要在他光中行走 列王 要在他如蓄日出生的光中行走 所以这福音就从加利这间 开始庄阳出来 所以听到福音 是认识耶稣是谁 跟从耶稣 耶稣基督是这个君王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是人的儿子 耶稣基督最后 要成就这个救恩 实际家救恩 这个时候跟从他人 还不完全知道 所以我们今天人 完全知道了救恩 所以他的手段 是用什么手段呢 不是在撒旦试探他的时候 说怎么样 你要拜撒旦 我就天下所有权柄给你 他得到这个权柄 是什么方式 不是去拜撒旦 是通过十字架 不是通过暴力革命 乃是流自己的血 革自己的命 成就了牺牲的赎罪 这是耶稣基督 他要做的事情 因此就能够是罪得赦 所以耶稣基督的身份 和他救恩的方法 是非常根本的信仰的一个东西 他是天国的君王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人的儿子 他在地上完全的谦卑 服侍 为人牺牲 是奴仆君王 历史历代 这个问题上 非常多的异端异教 就是出错 还否定耶稣的神性 或者否定耶稣的人性 又或者否定耶稣 实际家救赎的唯一的道路 他们认为没有实际家 这样可以得救 条条道路 都通罗马 不同宗教的事 可以使人得救 又或者说 耶稣拯救过世了 需要一个拟基督 需要一个东方的基督 对啊 还不是 耶稣不是最终方案 还需要一个最后的先知 这个就是一三教 神体一位论者 耶和华见证人 甚至社会福音 都是这样子 曾经有个神学家 这么评论社会福音 他说什么 是一个不反怒的神 即使没有实际家的福音 来将无罪的人 带到毫无审判的国度 完全偏离了圣经所记载的 当然近些年 又来自韩国的异端 耶稣青年会 他们以大学生为传教目标 全球化地建立地上的张大卫王国 他们传教三个招 就是灵魂体的三招 第一招呢 就用隐秘的方式 谬解圣经 讲到最后呢 说明示暗示的说 张大卫张在恒时卫 已经来的基督 同时他用网络媒体 基督教每一个好的新闻媒体 他们做得相当漂亮 扩大影响力 很多牧师 很多床道理跟他有关系 喜欢他的工作 被耶稣青年会的媒体报道 就觉得很有 怎么样 很popular 很出名的牧师 然后这些张大卫的群体 还用建立网络公司 跨国公司的方式 去得钱财 来养他的事工 中国大陆起源的 这个东方赏电也是 声称女基督 已经在里面 在河南 用很多诡计 潜入隔地华人教会 前些日子恩父也有 最近某个教会 在别的一个教育 讲有一端 东方赏电在其中 凡不胜凡 也有来自美国西方的 新纪元的思想 当然有印度教的背景 说人人都是神 对吧 好说人的脑袋 用90%没开发 所以我用他的办法 可以开发 90% 那我就会成为超人了 不知道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罪的问题 很多基督徒 也上这种课程 几千块 上万块的课程去学 人的自高自大 自我中心的 最小根本的问题 是我们眼瞎 是我们活在黑暗之中 只有实际上光芒 照亮我们 耶稣就是代鼠 拯救我们 我们才能恢复 跟创造主的关系 其实神真的恩典 他真的光照 有这样一个例子 是关于一个外族人 怎么见到神的光 得拯救的 这是台湾的原住民的例子 不管是荷兰人治理的时代 还是清朝政府治理时代 还是日本人治理时代 原住民之间都会出炒事件 就是砍脑道比赛 或者是砍脑道作为一个报酬的方式 把脑道悬挂起来 做装饰品 然后外族入侵者 来的时候原住民也干 他们也是互相杀 殖民者杀原住民 原住民杀殖民者 他们没法同化 没法去规划 他们败的是精灵 就使他们在黑暗中 在野蛮之中 日本人想殖民化他 皇民化他 马前政府想汉化他 都是失败的 不过历年惊奇的是 上个世纪是一九五几年 六几年七几年开始 发现原住民迅速的福音化 到了九十年代的时候 原住民的比例 百分之七十八十 已经成了基督徒 或者天主教徒 比所有台湾的族群 更加的就多 他真的被光照了 文化大大的更新 所以今天你们敢去台湾旅游 对吧 五十年前六十年前 你不定敢去的 后来信福音了 生命真的改变了 所以脱出了野蛮残暴 互相杀发的这个习惯 但这其中有一位宣教士 非常值得提 他的工作应该是 有很大的帮助 是近代的 可以说这一百多年 两百年 就是从何让人之后的 应该最新的一批的 宣教士 他是第一 医疗宣教士 就是井上 医治住一个日本人 他的作用真的不可低估 他自己在读神学的时候 知道他爸爸 被原住民迅克杀死了 就是出草事件 他真的读神学 怎么办 祷告中神给他一个话 他需要用爱来报杀父之仇 所以他神学读完 就想办法去 台湾宣教 台湾那个 日本政府不给他去 说你这个 我们要神道教 为什么你去传福音呢 不行 他想个办法 都是医学 医学总可以吧 他用 再去学了三年医学 然后就1911年的时候 进入了原住民 当中 那时候中国在发生 心态革命 他发生了 付出极大代价 去服侍他们 去见证福音 当时日本人为皇民化呢 就为了神道教的宣扬 就不让宣教师进去 他做医生 就巧妙了 避过这政策 但还付了很大代价 他在原住民中 服侍了30多年 中间只因为病 早期离开日本 5年 真的活出了 实际上设罪跟饶恕的道 使得原住民认识了 原来这 耶稣这个光真的不一样 不是任何其他的文化 其他的这个统治的意识形态 他到1947年 228世纪的时候 才被迫离开台湾 所以看得见 实在的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让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只有耶稣基督 他是完全的神 也是完全的人 是天国的君王 其他宗教 其他哲学 其他学说 不承认这点 就不能带给我们 真正的出路 反而带我们进入歧途 掉了坑里 瞎子带瞎子那样的 各位在座的 弟兄姐妹朋友们 你们是否真正的 认识耶稣基督这个身份呢 你是否知道 自己最大的问题 就是自己的罪 这个常理就是你的 是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还活在海上之中 只有通过认识耶稣基督 得到光照 接受他实际救恩 我们罪得赦免 我们全人就可以得到更新 成为神国的子民 得到永远的生命 你愿不愿意来救这官呢 得到救恩呢 可以进入光明的国度呢 第三个点 这段经文所说的重点 是回应天国的呼唤 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和世纪 都发出呼唤的 发出福音的呼唤 内容是一样的 说天国尽了 你们一旦悔改 耶稣也默许他的门徒 和约翰一样 实行洗礼的 悔改了洗礼 他自己不给人洗礼 在这个时候 很多人在他面前 是认罪 接受洗礼 另外我们也知道 是约翰被捕之后 耶稣主动的 去选择性的 去呼召起来 跟从他做门徒 就叫他随时 陪他同在 其中有最初的两对 就是安德烈跟彼得兄弟 雅各跟约翰兄弟 他们是愚民的身份 依照约翰福音的记载 其实他们已经前面 就是主动的跟过耶稣 但后来是被耶稣呼召 另外一个阶段 起初可能跟跟跟 觉得好像耶稣没啥事干 或者耶稣你这个 好像也没有特别需要我 我也没有什么名分 他家里有打鱼的事情 我就回去再忙了 就是兼职的 或者半信半疑的 而且那时候 事工在犹大 犹太地 他们家在加利利 所以两头跑 可能就不太能够 常常跟随着耶稣 那耶稣后来再来 加利利利就把他们 呼召出来 要全时间跟从他 为了什么 更多带领他 可以训练他 可以教导他 真的成门徒 他们将来可以传承 做天国福音的 使命的传承者 然后跟他说 你要做得人的渔夫 意思是你现在得很多渔 对很有收获 但得人也应该有收获 而且为神的国 是得人 带了进天国里头 所以没看见 不管是悔改洗礼 还是听从神的呼召 做门徒 这对两对兄弟 都有很宝贵的一面 积极地回应了 天国的呼召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你要在人面前 认罪悔改 其实挺难的 但是这些人 就被感动就来了 还有这两对渔夫呢 渔夫兄弟 他们那时候年龄 大概三十来岁 家庭失业 应该刚刚有个起步 刚刚稳定下来 耶稣这么呼召他的时候 他们怎么样 什么回应 立刻就撇下瓦 离了床 你再看马可福音 一章二十一天 他逼了父亲和工人 工人是什么 夫述的 Hired man 就好几个故宫 三四个我想 或者说 路加福音就说 他们是撇下了一切 来跟从耶稣的 当然跟耶稣为人 所舍下的 这是九牛一毛 对不对 跟从他的人 耶稣为我们舍命 跟从他的人 理所当然也要舍弃 所有的人 才叫跟从 效法他 我们也知道 这么跟从耶稣 很坚决 这些人 应该是经历过 福音的大能 有对耶稣基督身份 和对自己的罪性 有限性 自己的一些自私 有一些认识的 所以他们不是个 头脑发热的 意识的选择 但是他们付上代价 也真的不小 当然这四位 他不是一个 被人尊重的 一个文士 会拉笔 只是普通劳动者 不过他们显然 不是社会最底层 对吧 不是那目不失定 愚蠢的 贫困没有出路的人 他好像有没有 今天的小个体户 或者是有一些 三四位故宫的小老板 虽然没有太多 文化社会地位 但小日子过得 也算滋润 对不对 当然在安稳的时代 或者也像今天 我们一些上班族 或者是中厂阶级 虽然不是社会名流 不是大富大贵 也不定财务自由了 但是他们人生 是个向上的轨迹 这样走的 所以要他们放下 自己的职业一切 来跟从耶稣 做得人与夫 这个轨迹改变挺大的 他们的家庭生活 各方面 也必定受到 相当大的影响 这勇气跟信心 其实是 是得去思考的 当我如果纯粹问 得人跟得鱼 哪个更有价值 你会觉得得人有价值 不过呢 那个回报怎么 在天上 你不定看得见 凭信心 真的能得人吗 得人鱼呢 怎么样 马上可以卖到街市上 白横横的银子进来了 当然现在可能是 或者是那个什么 pay me 给你钱 不管怎么样 可以去扩大再生产 可以家庭开销 可以去买多几栋楼 铺面 比特币 然后就升值 股票 过十年 二十年 说不定我就怎么样 成个小老板 会变大老板 或者我有好几套房子 可以做地主 有房租收入 那个时候 再来跟从耶稣家庭 也不受影响了 那说不定 朋友钱的 跟从耶稣鼓掌 欢迎 是好的 但是不是神只呼召这种人呢 我自己 2003年开始 从科大辞职 读审学 在之前 我爸爸都跟我说 他也信主了 他说 你服事主我不反对 不过等你五十来岁了 孩子上大学了 就像我们教会 那些执事长老一样 不挺好吗 原下之意 他养我二十多年 是村里第一个博士 就有点浪费掉 我那时没有听他的劝 让他有点伤心 那时我的事业 跟家庭也真刚起步 我们夫妻结婚前 是支持了 我爸爸在老家 农村里 盖一套两百多平米的平房 我们家五个兄弟 这样回家过年 就有的一起住了 那我小弟弟 我也知道 他去了美国读博士 对大家 算是有点交代了 在刚刚信主 其实李秀全牧师就讲到 我就觉得有点感动 回大陆工作 同时传福音 后来博士毕业的时候 正好是911 没几天 博士论文答辩 911就发生了 突然我对美国 好像有点兴趣暗然了 就没那么热切要去了 一个念头 我在看电视的时候 就一个念头 在我脑里出现 那一些 你放到下一页 那些在世贸道上 被大火困住的人 怎么办呢 有一些是往下跳的 那不就是我追求的 梦想之一吗 我曾经去City Bank面试 想做这种金融业的 很多我中国科大博士 物理博士 都跑到这里去了 那人中龙凤 这个结局是这样的 有多少价值呢 是何等可悲呢 后来我就跟着老板 继续做了一点博士后 那时候第一年 我就跟老板说 我将来回去大陆做教授 带职服饰 传福音 开个书吧什么的 福音书吧 当时我自己想 可能上帝不会赐给我孩子的 只要太太乐意 一个人就可以说服他 我家里也足够收入 做教授日子以安慰 可以服侍神多好 不过再过一段时间 神怜悯我们太太怀孕了 宋文怀善了 我就开始纠结续约跟不续约了 一方面中国科大那边 物理系谈好了 说可以 给我一个副教授的位置 我导师呢 又有一个心动的情况跟我讲 因为他请了一个博士后 RA Research Associate 突然间不能来了 说我钱放了 怎么办呢 你不如帮我做完了一年 然后我在学校credit 就好一点 他坚有续约 说你要博士毕业之后 按他的爱心 他也可以帮助我在香港 一些门槛不太高的大学 或者是庄上学校 某个教职安稳过日子也行 这样对孩子在那里也挺好 所以我挺纠结的 这时候开始进食祷告 进食祷告三天之后呢 神给我回应是 他最在乎的不是我什么时候回去 去哪里 而是我不能带着自己而真的 很多规划 我要愿全人为他而活 顺服他的带领 这个话有点难听啊 有点心里有点疙瘩 当时祷告中 我只能说 主啊我愿意 无条件顺服 没有保留的问你摆上 然后在那段时间 有个属灵长辈 一些属灵长辈 就说你经常想要回到大陆 但是你信主才三年 受洗三年那时候不到啊 说你不如在香港好好装备自己啦 回到了后再出来 读神学签证啊 钱财啊 帮家孩子啊 也很难的啦 那我想 你这说话没用的 因为香港以内是 我的身份是不能读神学的 不过他说你就试试呗 我说好 你们长辈说我就试呗 就试一下 于是跟老板就续了一点合约 就开始在想香港 未来读神学的可能性 然后03年5月份 被终神录取了 然后很惊奇的 7月份中国公安部 就突然改变政策了 而且我们结婚两年了 正好涨了个20来万 所以不是打黑工的 的嫌疑了 可以在香港申请读神学 于是很顺利办成的读神学手续 然后我跟导师说 哎呀很抱歉 我9月初就要入学 你这合约是10月初的 我一个月合约不能完成 很抱歉 还有那个工资不打了 那个约满的酬金 两个月的也不拿了算了 这老板 应该是有点失望的 不过呢怎么样 他也是爱主的基督徒 有时候跟我谈信仰 所以好像没说出口 我是他带出来 第一个博士生 其实当时我心里 真的有个意念 就是神既然呼召我来 跟从服侍他 为什么来左等右等呢 想着自己读大学期间 读硕士期间 骑着个破自行车 在合肥的街头跑来跑去 想找出路 想导师 想找亮观 是找不到的 自己信主 为什么还在这等着呢 虽然我不知道 未来日子会怎么过 但那些年轻学生 真的很需要服依 我也在想 常拿圣经支持自己 立位人 祭司三十来岁后 开始圣殿 可以参与会幕服侍 对吧 那我三十来岁 应该这个年龄差不多 后来我毕业后 就回到了内地的省会城市 在家庭教会服侍 带领年轻人 信主牧养他们 也得了几十条鱼 不多也不少 感谢主 然后2015年回到香港 感谢主 现在回头一看 胡温的十年 是比较宽松的十年 当我们回香港以后 大陆就进入教会的 寒冬时期 如果想让我们 这个时候再去 用外来身份去建立书八 建教会呢 其实挺难的 是神有神的美意 回到香港 还可以继续服侍主 二十来年吗 应该有这个心愿 还有很多的冲击 很多的盼望 相信神当年的带领 是恩典的带领 恩典的呼召 自己做出回应 这个是没错的 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 当耶稣基督的呼召 临到你的时候 你会怎么回应呢 你会不会立刻 撇下一切的跟从呢 我今天在这分享 自己见证不是要高抬自己 真的 比起耶稣为我们摆上的 比起很多的人为我们摆上的 一点的比 不配 但是一定有个信息非常清楚的 耶稣呼召的时候 所有跟从他的人 真正蒙召的 要做传道人的 一定需要放下很多的 要放下自己的耳针的 单单地跟从他 因为耶稣就要问我们舍命 所以跟从他 就要按他的脚踪而行 所以我也要告诉你们 各位弟兄姐妹 不管你们知道不知道 我想再强调一件事情 神的话 说神一直在呼召工人去服侍他 说要收的专家多 做工的人少 有个智库组组 Gaystone Institute 在2017年发表的一个数据 有人说数据不准确 但是夸大的 或者说不准确的 分量不大的 他讲到2001年开始 伦敦有500个教会 到2015年 就15年中 有500个教堂面 私人的住宅 很多非常漂亮的教堂 有些变清真寺 同时呢 在2015年已经 伦敦有423座清真寺 而且呢 穆斯林的人口年轻 生育非常多 基督徒呢 老化 都是老人家 这个数据是基督徒媒体出的 你不太相信 是右派的媒体出的 不太相信 可以 但皮尔的这个调查 2015年资料指出 穆斯林人数是非常快地增长 很快会超过基督徒 能不能改变这局面 关键在于华人 在于印度教徒 能否更快地归信耶稣 以历史上看来 穆斯林 信 穆斯林就在信耶稣 很难的 所以不管你用什么角度 去解读这新西兰 这个 Crash Church 这个城市的枪击事件呢 一件事情 我想你一定要认同我的说法的 这个世界无疑地需要 更多的人 去听到和平的福音 你需要实际上救恩 用饶恕 用爱去 面对这个问题 因为光乎万民的最好的消息 就是耶稣基督在实际上 我们流血牺牲 并且从死里复活了 需要更多的人 以实际的方式 有文化 有知识 在社会任何阶层的人 去把福音传给别人 这是非常迫切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也 有个呼唤 耶稣基督呼唤 我想今天也同样地 在你们心里 一方面要悔改 要认罪 要来信福音 真的是这个最好的消息 最好的礼物 是耶稣基督的永生 另一方面我也想 耶稣基督的呼唤 今天同样有效的 已经悔改信主的人 你要来为他而活 当当地跟从他 不管你是在职场上 全心全意地见证他 不只带着三四个目的去职场 随波逐流 因为耶稣问你死 你只能为他而活 又或者 耶稣基督呼召你 做全职的床道 做得人于夫 不管哪个呼唤 都需要立即回应 这是主所喜悦的 也是我们最大的福分 我们可以得着 天国的儿女的身份 服侍他的人 耶稣也应许说 愿意付大家 跟随他的 要得父神的尊敬 要说 为神的国偏向 房屋 妻子 弟兄 父母 而你没有不在 今生得百倍 再来世得永生的 我自己也在恩福的 这个讲台上很少 胡招做床道人 私下跟他开玩笑的时候 半真半假会说 但今天我自己思想 也是蒙昭服侍 二十年了 国伴说他已经蒙昭 他蒙昭二十年 我蒙昭十五年 我自己觉得很有感动 要催逼 我们真的需要找提摩台 我愿意讲出自己见证 也怕我们在我们当中 不管你五六十岁 怎么样 还是特别是三十来岁 不到四十岁的 在世界上刚刚有起步 有一定基础的 就像彼得 雅各约翰 安德烈一样 神护照临到你的时候 你要跟从他 付代价 你的工作刚刚安稳 事业刚刚起步 不是你拒约他的借口 神不是护照那些 当当护照那些 社会上很成功的 财务自由的人士 他也要我们 在这个信心道上 认识他的权能 认识他的丰富 他的慈爱 我们所需要 他不会缺乏供给我们 他的信实是 够我们用的 所以这是个荣耀的呼召 来跟从他 来做得论的与夫 你们有谁运营的吗 运营放下近代的职业 来做床道人 或者其他的方式 全时间服侍他的呢 大家可以自己 闭上眼睛 在这座位上 你要感动的 可以举起你的手 因为他需要 更多的工人 去向 十级 二十级的 三十级的 还没认识福音的人 传讲你的道 传讲 福音信息 如果感动 你可以自己在 座位上 祷告 向神说 我愿意 如果可以 你也可以举起手来 不问是不是做全职床道人 我们也今天有个励志 我愿全心 全身 全心的 进行尽力 来服侍他 跟从他 爱他 而不是在地上 好多个追求 这追求之间 互相会扯后腿的 互相会 彼此 有张力 那么真的 当当为他而活 愿意的 也请你在座位上 举起你的手 感谢主 有些还没有完全信主的 不明白耶稣基督的 愿你今天认识 这个福音 全地上没有盼完了 当 柏林墙倒掉的时候 人为 以为历史终结了 世界就越越太平了 现在更加的恶劣 更加的不安全 上帝啊 求你 来开这些人心 愿我们 在这个 痛苦迷茫中的人 明白你的光 是何等的 美好 有医治的功能 谢谢你 有这样的弟兄姐妹 愿全身为主服侍的 百上的 来爱他的 举起手了 若有愿意 来结识福音的 目道友 也愿你 举起手了 你可以 得到永生的盼望 我们一起祷告 主要说 基督 谢谢你 爱我们 为我们死 为我们付出 生命的一切 你是神子 你更是人子 经历一切苦难 一些试探 为我们牺牲 谢谢你 孩子不配 来跟从你 当你恩典 何等浩大 我们知道 所有跟从你的人 都是要付代价的 但是 你得到更好的 丰盛的生命 信靠你的人 一切的 扰弱 问题 在你面前 都有解决方案 因为你 已经为我们 预备最好的福分 就是永生 地上的困难 地上的 问题 又算了什么呢 我们的罪 能够被解决 是最好的 恩典 谢谢你 就眷顾保守们 在座的 每位弟兄姐妹 不管是 决志 信靠你的 还是愿更多的 爱你的 都求你 来 检查他们心 接纳他们 这样一个决定 然后 祝福保守 带领他们 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